霸凌、害死和一名拥有演员及音乐梦想的印翼少年 18岁印翼少年纳文在中学时期已遭同学霸凌 直到毕业后霸凌者依然不放过他 最终少年被霸凌者围攻 甚至还用盾气插入少年肛门 直到现在少年依旧昏迷不醒 东北陷阱区主任安华奥马助理总监指出 警方在案发当天已确认6名嫌犯 过后逮捕其中一名涉案者 另四名共伴也于隔天落网